一枚战斧式巡航导弹 击中了美军一艘核潜艇 沉入海底的核潜艇不但没有被击了 还迅速打开了导弹发射器 对准了美国的守护华盛顿 这架叛变的俄亥俄级核潜艇 本来正在印度洋测试新装备 突然接到上级指示 命令他们在海上要到上府 接受任务失败的海报突击队 几名海报队员刚刚登上潜艇 声那就发现一艘巴基斯坦的护卫舰 正迅速朝他们驶来 于是艇长立马找到海报突击队长 想了解事情的具体情况 但队长一看艇长皮肤太黑 直接甩头就走 显然海报突击队不想让他们知道太多 忽然一阵刺耳的警报声响起 核潜艇接到一封来自南极的密报 司令部命令他们 向巴基斯坦发射一枚核弹 艇长收到消息之后 迅速拿出核弹的发射钥匙 再三确认密码无误之后 下达了准备发射的命令 潜艇很快就锁定目标 但就在插入钥匙准备发射